这棵大花卉兰七灾八难的 就开了这么一枝花 算是卸了吧 它的叶子有一半已经死掉了 那花也已经卸了 今天就正式给它换个盆吧 它当初是出了四个花芽 但是突然的就出了状况 不知道是因为虫还是下雨水多了 还是35度的高温 也就是它的花芽长得半大不小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高温就那么一天 因为它有一枝花长得还不错 所以当时也没给它换盆 一般来说出现突然的状况 换一下盆是比较好的 好 这就基本上倒出来了 已经非常干了 我很多天没有浇水了 因为在这个盆下面它也淋不到雨 灰兰还是挺耐旱的 我那么多天不浇 您看这盆里这个 这些纸料都已经干得非常非常干 但是如果只看叶子的话 你丝毫看不出来它缺水 你丝毫看不出来它缺水 去年我们打开看的时候 它的根非常的好 您看它长了这么多的根 所以才才能出四个花芽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花死了一半 这些根有很多一捏都是空的了 如果只是凭眼睛看的话 这些根看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要用手去捏一下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些根捏上去还是硬的 那是好根 有些根捏上去就已经非常的软 甚至只剩了皮了 打开之后根不好 这我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通常叶子突然死掉 都是下面的根已经早于叶子出了问题了 这是等你从叶子上发现出了状况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救了 底下的根就已经先出问题了 这也是当初我没有着急换盆的 其中一个原因吧 我一想说 反正它已经出问题了 我也没办法救了 那就这样吧 至少有一枝花 我先看了那个花再说 叶子出状况的这一半对应的根 我看了一下 就都是坏根了 没有什么好根了 所以也不用一根一根去处理了 干脆把这一块就都掰了去算了 您可能看到我下面有个水桶 水桶里还有水 我放了些水去泡了泡那些根 我以为泡过之后 好根和坏根颜色上会有一点点区别 结果发现还是没什么区别 所以要想清理那些根 还是要一根一根去捏 这一半完全死透了 剩下这些根就一根一根的清理吧 所有坏的都得清理掉 大花惠兰也是肉质根里包着一条白色的筋 它这个白色的筋没有外面的根背之后 也就不能工作了 所以可以被剪掉了 这还有好些芽呢 很小的有一些是没有发的 我前两天倒是有一个已经发出来了 这基本上算清理完了 就剩这么些根了 这还有一个坏了的降临镜 要不要清它呢 这是前两天长出来的小苗 坏了的这个下面的对应根其实都剪掉了 还是给它掰了吧 掰完之后也没什么伤口 因为它那都已经坏死了 就是掰下来那个位置已经是干干的了 我给它的根泡一下高亩酸甲水 因为它的根不是莫名其妙的就出了问题吗 那我还是帮它杀杀菌消消毒 包括也除除虫 高亩酸甲是挺好的 用来泡根 虽然看上去剩下的这些叶子 已经战胜了它原来那个不知道什么问题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给它泡一下更放心 万一是病菌潜伏在那 万一碰到环境恶劣啊 或者是身体稍微弱一点的时候 它再发作了就麻烦了 泡过高亩酸甲水之后 我还给它喷了一些海藻水 刚好我有一瓶是可以直接喷的 那就是已经对的比较稀的 上一期讲海藻水的时候 曾经说过 花换盆的时候 可以给它的根喷一些 或者是泡一泡海藻水 这样都有利于它适应新的环境 尽快的开始生长 我这个塑料盘底下还垫了几块石头 我是用喷的 主要是刚好我发现 我有一瓶是喷的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对一点海藻水 直接给它泡一下 其实泡一下 我猜效果会更好一些 前段时间我买的那两颗裸根玫瑰 在栽种之前 都是用海藻水泡了的 用海藻水先泡一下根 也是卖苗的给的建议 这颗惠兰最早 我就是用普通的花盆土来种的 去年换盆的时候 给它混了一些树皮 那今年我还是打算 回归到只用花盆土 当然混了一点点珍珠盐 盆栽的大花惠兰 可以使用纯树皮 也可以使用树皮 加上粗椰壳 当然也可以使用花园土 像我这样 如果是用树皮 或者是树皮加上椰壳 毕竟是颗粒比较大 保水性并不是很好 所以浇水要比较频繁 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可能天天需要浇水吧 这个就看气候的情况 但是像我这样 使用花园土 可以很多天不用浇水 我主要是为了 让自己比较省事 所以我更喜欢 用花园土来种大花惠兰 珍珠盐至清多孔 我放上这些珍珠盐 主要是为了透气性 珍珠盐的吸水性也非常好 但是在这儿不是主要目的 因为泥土的吸水性也很好 所以如果只是考虑吸水的话 可以不用放珍珠盐 所以在这儿放珍珠盐 是为了透气 或者说土壤的疏松 换好盆了 就这样 这个盆对它来讲 并不算小 其实还挺大的 但已经比之前那个盆 小了很多了 它有个毛病 盆越小 它的开花性越好 你给它一大盆 它就舒舒服服的去长叶子 不着急开花了 栽松好就安置到这儿了 剩下的时间 它要在这儿度过 我其他的这些 也都在这附近 这些都是去年收回来的 也是去年分珠换盆 都养在这儿 非常遗憾 出来的所有的芽 都是叶芽 没有一个花芽 那要看花 估计要再等一年了 不过今年应该还有花 可以看 就是邻居给的这棵 非常的古老 它有好几个花芽了 非常期待 因为我还不知道 是什么花色的 对了叶子有一点晒伤的 那个秋石湖开了 是这个花色 还挺好的 跟我另外一颗秋石湖 颜色不一样 那颗花已经谢了 目前正在休眠当中 好 谢谢您听我聊话 咱们下次再接着聊 我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